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南北战争 为了什么 为了种族 就是黑人跟白人 要不要解放黑米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这个南北战争并没有真正的结束 它变成一种价值观 美国是联邦制度的一个宪法 每个各个不同的州 因为它的种族人口的比例 它的价值观变成很不一样 像Florida佛州 像德州Texas 我们刚前面 它的晶片与科学法案的Arizona 它的白人都居多 所以这个地方大多都是共和党执政 而且都是反对移民 另外他们的价值观 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那些homeless 那些尤其很多homeless 他们认为的有色人种是黑人 还认为这些人本来就是懒惰虫 但是到了纽约市 纽约市的法律 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价值 它是很多有色人种在纽约市的 纽约市的价值里头 就是认为说 任何一个移民 如果它变成homeless 无家可归 依法你不要屁股他们 好了 那这几个州呢 州长就说太好了 那你们在我们这个州里头的所有的homeless呢 我们免费用巴士 用车子 一车一车就把它送到纽约市去 所以纽约市现在就跑出十万个 从外来 其他州不是从其他国家 从其他州进去的移民 那它本来在纽约的市 市中心呢 就迈哈利市中心 已经有一个旅馆 被政府租下来 叫Rosevelt 它这个人呢 已经多到住满了以后 还都野到街上 现在它已经宣布 连纽约最漂亮 也最值钱的Central Park 旁边都是最贵的房地产 也要被征收 来作为安置这些 无家可归的人 美国上一次 中央公共里头 安置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是1929年大萧条 可是那时候是真的 很多穷人 很多妈妈带着小孩 他们未必会是 吸毒跟犯罪者 我也不能说 现在的Homeless 就是等于吸毒跟犯罪者 但是的确比例非常的高 它会跟1929年 当时那些无家可归的母亲 妈妈带着小孩的状况 完全不同 而这些Homeless 要不然在San Francisco 要不然就在纽约市 它正在改变这两个城市 让人们感觉的安全感 跟它的风貌 在纽约港口 树立了130多年的 自由女神像 象征着美国的民主自由 也代表着 对各国移民的欢迎 但这座庇护城市 再也承受不了 每天大量涌进的 外来移民 位于曼哈顿精华地段 被用来作为 移民安置中心的 罗斯福饭店外 过去一周来 出现了宛如 第三世界国家的景象 数百人把人行道 当作床铺 前胸贴后背的 露宿街头 他们大多来自 非洲和拉丁美洲 一路跋山涉水 只为追寻美国梦 去年春天以来 已有将近十万名外来移民 克服万难抵达纽约市 因为纽约市 依法必须为所有 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 不仅如此 德州 佛州 杨利桑那州等 共和党州长 不满民主党拜登政府的 移民政策 把偷渡进入边境的 非法移民 一车车地送往纽约市 等民主党执政区 逼得纽约市 多次举行记者会 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多的经费 和资源 We need help We need help And it's not going to get any better From this moment on It's downhill There is no more room I was at the Roosevelt On Saturday And I went there on Sunday The lined up around the block Hurting the businesses there This is not going to get better We put buses there For cooling systems But it's just not sustainable I think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forefront in this crisis Knowing and having all the data About where the unrest is And what is happening And what people need And that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Where one city Baring the brunt of this Doesn't seem fair to me 有民主党籍议员透露 拜登政府迟迟不愿承诺 拨款给纽约市提供更多资源 是因为担心 把纳税人的钱 用来资助非法移民 很可能会让他在总统大选中 失去选票 It's a politically tenuous issue But that's unacceptable We need a leadership Are they saying that it's a politically tenuous issue What reason are they giving for doing Basically nothing for New York City I have heard that From those close to the administration 而在苦等不到联邦政府 升援手的情况下 纽约市甚至考虑要在曼哈顿中央公园 和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搭帐篷 暂时安置成千上万的外来移民 但如果真要在纽约这两大著名景观区 搭设收容移民的帐篷 势必会出现像这样的抗议场面 在缺乏联邦政府的协助下 纽约市府已决定 要在兰德岛足球场 和皇后区的州政府所有地 新建临时收容所 却立刻引来当地居民不满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孩子们会困在哪里 他们可以坐在哪里 我们的孩子们不会保护 所以这些人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市场应该做什么 但不在住宅 想来有点讽刺 纽约市原本是象征美国 民族融入文化的缩小版典范 已成功在此扎根的前几代移民 现在反而把后来移民 视为麻烦制造者 纽约市官员只好请求居民 想想美国的历史和未来 在做这些人 我认为这些人是未来的一代代人 谁是负责的危险危险 你是负责的危险人 还是你是负责的 那些人没有负责的危险人 有30年 事实上过去一年来 纽约市不断要求白宫加速 允许庇护申请者的工作许可 他们认为只要让这群追寻 美国梦的人有稳定收入 就能自行安排落脚处建立家园 也能同时解决美国的缺工问题 不断要求美国的 亚当斯说 如果联邦政府仍袖手旁观 纽约市到了2025年夏天之前 就得为安置移民支付120亿美元的账单 只是钱的事还算容易解决 要如何一边顾及人权民主大国形象 一边安抚人民 对源源不绝的非法移民闯关入境的不安 恐怕才是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地方首长 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谢谢你收看今天文圈的世界周报 亚洲版以及欧洲版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